字幕提供 不是啦 因為楊秋青說過他 反台以後會拿證據嘛 那我們就等他反台拿證據 如果有證據 確實是 有一層臂密嘛 沒什麼好談的嘛 對 否則 你始終回繞著這個話題 又拿不出證據 人家就說 沒什麼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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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韓國瑜都沒有一次的標準嘛 對 對 有這個標準嘛 對 陳鴻昌說要標就不標嘛 這一點我同意啦 楊秋青就不敢標嘛 我當然同意 我當然同意就說 韓國瑜一定有他的顧慮點 一定有他的顧慮點 因為 其實坦白說 到陳鴻昌 基本上大概也不太會贏 但是 為什麼 因為這是你過去自己也曾經過的事 是啊 他不會成立的 你告他 可能會成立的 所以他到時候想一想 大概不能告嘛 萬一出來了 一堆人都說 過去我跟韓國瑜喝酒 發生什麼事 結果全部在禮物上面 對 那個會成立什麼 證人都證實耶 所以到最後 我相信不告也都有顧慮很多事情 有人可能取消說 楊秋青跟他的關係不是一般人 楊秋青講的可能是真的 有人會想像說 楊秋青跟他可能結怨 可能借機修理他 就變成各自解讀 但是他給人家的想像空間 比陳鴻昌給外界想像的空間還要大 我罵著我要選總統 我冒著我選票大量流失的風險 然後我不告他 你不覺得很激烈 但是問題是告了你 不告的後遺症 告了會怎樣 我就沒有作美 告了會怎樣 後遺症是有作為 這個你就問到重點了 我就拿不出來 我沒有作 我告我贏了 這個你就說到重點 我就沒辦法回復了 對不對 是因為今天也有一份新的民調 叫評觀點的民調 他們其實之前也公布了 他們其中有一題是專門 就是來測韓粉量 掉了9 掉了9 韓粉掉9 對 也就是說 光那個堅定的韓粉當中 裡面恐怕是因為你不斷的 爆出一些爭議的事情 然後所以最堅強的那個鐵粉 也會慢慢慢慢的剝離 現在已經掉了9 這件事情必須告 你冒著它不斷的掉 結果你不告 想像通見見的那個大 我先叫服務中 你對他的錢有什麼看法 你也被開除了 我可以看到 你開除了 你們都只看到楊秋昕 後面還多一個他 兩個 開除兩個 一起被開除 所以今天可能要改一下了 要改錢 OK 錄到一半被開除 錄影的時間 錄到一半被開除 對 沒錯 上錯節目了 但是為什麼我要跳出來呢 為什麼 包含說陳鴻差 還有像楊秋昕 那個楊縣長 為什麼我們這些藍營的人 要跳出來呢 趙守博 對 還有趙守博 那為什麼 因為今天韓國瑜這一個候選人 我們 雖然說我們是藍軍的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誠信跟能力 都產生了高度的質疑 今天如果他不選高雄 他不選總統 他安安穩穩的當一個高雄市長 或許這一些質疑都會沒有 但是因為他今天要選高雄市長 我覺得選高雄市長 他今天要選總統 既然要選總統 你就必須要接受更高的 道德標準的檢驗 短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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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